变成废墟的主题乐园,似乎有着让人着迷的魔力和毛骨悚然感。 大概是因为废墟和主题乐园的对比非常明显。 原本应该是要大家感到欢乐的地方,却因为惨遭风吹雨淋而变得破烂不堪。 现在会对已经无法使用的游乐园而着迷的,应该只有废墟迷而已。 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事件而被关闭的乌克兰普里皮亚纪游乐园的照片,应该没有人没有看过吧? 光从照片上就可以感受到存在的恐怖气息。 大家好,事实上不止刚刚所介绍的普里皮亚纪游乐园, 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变成废墟的主题乐园, 甚至诡异程度并不属于普里皮亚纪游乐园。 是不是很想知道?拥有高人气的Top10为了各位特别准备最恐怖的废墟游乐园Top6的介绍。 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停下手边动作10分钟就好,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那么就开始吧! 柏林是令人叹为观止,且被命运捉弄的美丽城市。 因为有许多有趣的事物,让游客们的眼睛常常都忙不过来。 德国的首都柏林有非常独特的生活日常, 也有让观光客们无法想象的黑暗一面。 例如有一个叫做《狂欢主题乐园》的地方, 是个可以轻易拍摄到世界崩坏后的末日或恐怖片的场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被资本主义的西德和社会主义的东德一分为二, 柏林也被围墙包围。 在动乱的时代里, 位于东德的狂欢主题乐园是一个战地不大, 令人心旷神疑的地方。 正式名称叫做Kutoulpark, 意为文化公园, 它是东德引以为傲的地方。 设施设备定位在教育和娱乐, 全家大大小小, 也可以在这里享受不同乐趣。 小孩们玩游乐设施, 大人可以观赏音乐会或者舞蹈等等。 在东德跟西德重新合并之后, 有尝试要让这个主题乐园转变成 拥有教育元素的德国版迪士尼乐园。 例如在欣赏巨大的长毛像和恐龙等标本时, 可以对远古时代的生物进行详细的学习。 在90年代给予游客们无限欢乐的狂欢主题乐园, 也面对着经营不善的问题。 就像是犯罪电影剧情一样的曲折, 成为了游乐园新经营者的诺伯特比特, 诺伯特比特在破产后因为走私毒品而和儿子一起入狱了。 后来德国政府重新买走狂欢主题乐园的所有权, 但对于游乐园的重新开业计划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就这样经历过多年之后, 有许多游乐设施都已经看不到了, 剩下来的道具就这样随着时间腐朽侵蚀。 因为这样,所以应该怎么形容狂欢主题乐园呢? 让人感觉非常有衰退感。 菲律宾幻想世界乐园 Fantasy World 在菲律宾的巴达燕省Bartangas, 有个以幻想世界作为主题的游乐园, 对中世纪幻想Medieval Fantasy的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天堂。 创始人的概念应该是让游客有在中金国、 架空世界的场所或纳尼亚王国的错觉。 但不幸的是,开源计划进行得不太顺利。 有关这个游乐园的记载非常的杂乱,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 虽然幻想世界乐园有被建造, 但最后没有开业。 现在幻想世界乐园就像幻想的世界的王国一样, 被敌国或不知从哪里出现的怪物攻击, 人烟散去,失去价值。 整个的废墟感和维持良好的城堡、 塔楼、游乐设施等, 这样一个组合不禁让人震撼, 也因为这样意外地成为观光客们的热门景点。 韩国嘉耶主题乐园 Gaia Theme Park 所在于韩国金海的嘉耶主题乐园, 在90年代是非常受欢迎的游乐园, 但那之后就像其他游乐园一样, 经营不善而倒闭。 因为设施过时而缺乏魅力, 如果要重新整修设施的话, 需要大笔的资金。 只是嘉耶主题乐园没有像德国的狂欢主题乐园一样, 有着推理小说般的故事。 默默地就这样破产了, 并在开幕20周年的2011年宣布关闭。 从那之后虽然没有过多少年, 但嘉耶主题乐园已经杂草遍布, 变成无法通行的丛林。 因为杂草过于密集, 所以没有办法走到已经废弃的游乐器材区。 几乎已经没有人会过去, 就连喜欢旧时代感的人或废墟爱好者都不怎么拜访了。 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无法恒久不变, 过去的繁荣盛景就如烟般消失。 美国梦幻乐园, Netherland 音乐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 是作风独树一枝的人, 但他无疑也是一个富有创造想象力的人。 迈克尔杰克逊沉迷于一座以童话故事, 彼得潘里的梦幻乐园为命名的豪宅。 梦幻乐园的占地面积比摩纳哥公国还要打上好几倍, 园内包括一个动物园和一个游乐园。 传闻迈克尔因为自己的童年完全跟快乐沾不上边, 所以才会沉迷于梦幻乐园。 如果小朋友跟他们的父母都同意的话, 小朋友可以随时进入梦幻乐园, 大家在梦幻乐园里所拍的照片看起来非常的欢乐。 但因为迈克尔被指控性侵儿童, 所以梦幻乐园被禁止儿童进入。 虽然指控内容没有被证实, 但是迈克尔的声誉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 迈克尔似乎也对童话故事的理想世界感到绝望。 2008年,豪宅被转手给Colony Capital公司, 迈克尔死后有许多游乐园的设施都被解体, 一般民众也被禁止进入。 现在梦幻乐园变成了杂草茂密且让人灰心的地方。 虽然豪宅的售价越来越便宜, 但依旧还是找不到买家。 梦幻乐园是否重新开启大门, 也是一个不明朗的状况。 虽然非常可惜, 但即使有100年历史的游乐园, 也无法逃过没落和倒闭的命运。 俄亥俄州的齐佩瓦湖主题公园, 就是这悲惨命运的佐证。 在1875年, 一位名叫爱德华安德鲁的人设立了野餐区和海滩区, 并在1878年时将游乐园完工。 当初并没有太大的人气。 1898年, 一位名叫麦克比奇、 麦克比奇的经营者收购了这座游乐园, 并增加许多新的游玩设施, 才开始受到瞩目。 当他的儿子帕克继承时, 齐佩瓦湖主题乐园虽不能说是美国第一, 但在俄亥俄州可说是屈指可数的游乐园。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 人们不再对齐佩瓦湖主题乐园感到兴趣, 游客量也无法和其他新颖的游乐园做相比。 在1969年时, 帕克不得不转授他们父子俩所有的心血。 新经营者, Continental Business Enterprise公司, 也无法吸引到新客人, 最终宣布终止营业。 而刚好那一年就是1978年, 齐佩瓦湖主题乐园开源100周年, 现在它被废弃在那里变成一座废墟。 原本的游乐器材也逃不过风吹日晒, 生锈和倒霉的命运。 被藤曼所包围的摩天轮, 乍探就像是充满草丛的大山丘, 之后大自然会继续吞噬掉一切吧。 一个附属于教会的小小游乐场, 可以转变成人气游乐园吗? 达皮帕克游乐园的老板向我们证明, 只要做得好, 就是有可能成功。 从1950年到1980年, 共花费30年进行转型, 成为比利时第一个私营的主题乐园。 有许多独特的游乐设施, 例如当时最大的卖点, 就是欧洲最长的吊桥走道。 当时的老板因此骄傲起来, 也对于安全措施及游乐设施的定期维修不那么重视。 2000年发生了一位游客因为安全保护不足, 导致胳膊重伤的意外。 游乐园宣布闭馆, 之后就没有再经营过了。 打皮帕克游乐园, 变成了一个阴气重堆叠着一堆生锈废柴的鬼城。 2017年开始进行游乐设施的拆卸工程, 现在能不能进去这个废墟探险呢? 说实在我们也不知道。 这次废墟游乐园特辑就让我们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到最后。 有没有觉得这次的介绍非常有趣? 希望大家都这么觉得。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们请多多支持这个频道。 记得要按赞及订阅频道。 已经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了吗? 那就先跟你们说谢谢。 现在也差不多要剪新的影片了。 那么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